嗨 今天這個影片是不會重複 不會有突血淋淋或者很恐怖的照片 想法你會看到很可愛很可愛的動物 唯一一個條件件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接下來幾分鐘想想我問的問題 就是這樣 謝謝 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動物 我們有貓叫cafe 喜歡養寵物 除了可愛的無限 還喜歡養兔子 雀鳥 瘡鼠 刺猬 寵物是我們的朋友 是我們家裡的一份子 我們喜歡看企鵝 看動物表演 去觀慶 餵動物 給樹紅泡 保護海豚 我們反如刺 反象牙 當有人虐待動物的時候 我們會很生氣 大家都很關注動物權益 甚至有議員提倡設立動物警察 聽到中國有肉臨 狗肉折 很多人會覺得很殘忍 打賞嫩 我們真的很喜歡動物的人 你確定 沒錯 我們真的很喜歡動物 喜歡到一個地步 我們是用一些很特別的方法對牠們 包括 將牠們困在一個沒有陽光 沒有足夠空間的地方 讓牠們跟自己的牌攝物一起生活 就算牠們有傷口被壓傷或者割傷 子宮或者直腸脫出體外 我們都任由牠們自生自滅 在未經同意 甚至未經麻醉之下損害牠們的身體 包括斷腓 閹割 去割 剪尾 拔毛 和剪牙 不斷繁殖 努力 和強姦牠們 如果你覺得強姦這個字是人類專用的話 我用行內術語 人工受精 然後拿走牠們的嬰兒 和屬於牠們的奶 運牠們在一輛很小的貨車 送牠們去逃場 然後牠們就會獲得以下其中一種種的大獎 包括被電擊割喉放血 被屈斷條頸 被送入毒氣室 沒錯 德國納粹時代的毒氣室和集中營 我們現在一直都在使用 我們這樣對動物 牠們一定會很感激我們 慢著 牠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沒錯 你可能沒有親手做過 但是你有沒有給錢等人家 包括農場和逃場裡面的工人幫你呢 其實你每次買一件事就等於用金錢告訴別人 你喜歡這件事 你想要更多 你覺得你真的一點責任都沒有嗎 很多人聽到牛 會想起牛扒牛奶 聽到雞 想起炸雞 雞蛋 聽到豬 會想起煙肉和腸仔 但是聽到貓 狗 肚子等等 就會想起可愛 寵物 無懈我們家的一份子 為什麼我們會喜歡某些動物 但是有另外一些我們就覺得殺了牠 吃了牠都沒問題呢 因為豬牛雞是拿來吃的 不是嗎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你不喜歡我都要說的了 很不肯地你是一個 species 物種主義者 物種主義或者物種歧視 是純粹根據動物的物種而認為 某些動物應得的權力應該比較多 地位應該比較高 比較重要 但是其他外表 大小 或是膚色不一樣的 就不值得同樣的對待 這種想法其實跟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本質上是一樣的 等於有些人認為有色人種不值得擁有其他人的權利 所以就去剝削牠們 又或者有人認為女性不值得擁有男性的權利 所以就剝削牠們 同樣地有人類認為自己比較優越 比較高等 所以就去剝削和利用其他不是人類的動物 我並不是想責怪或者攻擊任何人 我以前都是一個 speciesist 我剛才用很不幸地 是因為很多人其實根本都不想這樣做 只不過是我們從小到大都被灌輸這種觀念 認為物種歧視是正常的 讓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社會多數人都會吃肉 就是因為多數人都吃肉 我們從小到大社會都教導我們要愛猛貓、狗、海豚、熊貓 但是雞呀?吃了牠 牛呀?湯了牠 豬呀?殺了牠 然後用來做煙肉 是什麼原因令到某些動物才值得我們的尊重和愛 但是某些我們就可以吃了牠、殺了牠都沒問題呢? 是因為牠們很聰明、懂得聽的指令? 因為牠們毛神神好可愛? 還是因為牠們的眼睛汪汪好惹人連愛? 大部分人都不想主動傷害動物 如果我給你一把刀叫你去統一隻狗一刀 或者去虐待一隻貓 你可能都會覺得心理變態 但是如果你是吃肉 或者買動物製品的話 這樣就正正是你正在做的事 只不過是你給錢讓別人幫你出手 有色人種不是為惡人而存在 女性不是為男性而存在 而非人類動物也都不是為人類而存在 我們只不過是跟牠們在同一個地球上生活 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我想跟大家玩個遊戲 你將會見到十隻動物 你要做的很簡單 就是將牠們分成可以殺和不可以殺兩類 做得好嗎? 我們開始 不是覺得很難分 因為牠們根本就沒有分別 我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刺激大家 想一些你可能沒想過的問題 如果你聽到或者看到動力的遭遇 覺得牠們很慘 甚至是你根本都不敢看 給一些很血淋淋血腥的相片或者背景 我希望你可以想一下 動物受到這樣的遭遇的原因是什麼 但我有個好消息給大家 就是你絕對絕對有能力去改變動物的命運 令牠們不用再受苦 如果你不想說一套做一套 想你的行為和價值觀是一致的話 Go Vegan 最後也是那句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Like、Share或者Subscribe 讓更多人知道什麼是Speciesism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